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湾行政院通过600亿防疫振兴特别预算 经济普遍204亿元最多 疫情冲击信心人在 台湾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回降 台北烘焙展因疫情延期至7月 统一南桥今年罕见退出 高通联发科晶片双雄战火烧向中介市场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日经新闻报道 武汉肺炎让Google微软加速撤出中国 微软计划最快在今年第二季 在越南北部开始生产Surfers系列 包括笔电桌钉在内的产品 Google已经确定从4月起 由越南北部的合作厂商 生产最新的低成本智慧型手机 报道说Google还可能在2020年下半 在越南生产最新型的Pistol手机 每日等42个瓦盛纳协议国家 可能扩大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 防止可均用的半导体制造技术 由陆中国及北韩等威权国家 平面媒体报道 经济部透露 台湾虽然不是公约国 但在其正式公布后 新产业检讨流程也有可能更进 因为涉及台湾重要的晶圆产业出口 仍需评估对台湾的影响状况 再来决定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26号要求美国电信企业 报告有关使用华为 跟中兴通讯设备的情况 川普政府正支持这些中国电信商 存在间谍活动的风险 此举是FCC因应有关华为等中期风险的 下一步举措 美国老牌梅西百货前CEO 农格兰周三表示 他认为无论是贸易战 或是这次的疫情爆发 都彰显的零售供应链 过于依赖中国市场 西唐牙电视这里报道 为补足夜间公共运输的缺口 台北市政府宣布启动 自驾巴士实验计划 联合台湾自驾公司 将在台北市新一路公车专用道上 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夜间道路测试 预计在五月开始测试 最快九月开放民众试程 侦测到路上的行人 自驾车立即刹车 台北市政府携手台湾自驾公司 启动自驾巴士实验计划 台北市招通局长亲自出席 启动记者会 他表示 会进行四个月的不在客测试 未来是否正式营运 还需看测试结果 自驾巴士对台北市来讲 未来就是希望能够补足 夜间公车不足 会不会应用在实际的营运上面 因为它还会牵涉到非公车 专用道的部分 能不能达到安全的目的 所以这个还要看下一步的 这个未来的技术的成果 交通局表示 测试计划将为期一年 第一阶段为前置整备 包括建置高精地图 智慧入口设施 充电站等 第二阶段则是进行 自驾巴士上路测试 主要针对横向车辆 以及行人侦测 预计五月份开始承载测试人员 敦化往南北的方向 去架设横向的感测器 那我们主要是透过camera 然后甚至在往北往南 各延伸一个路口 那主要就是希望侦测 是不是有高速进入路口的车辆 那或者是在盲点 有一些行人 他要穿越 可能他要穿越斑马线 然后我们的车上感测器 是被遮蔽到看不到的 自驾巴士将于台北市 新一路段的公车专用道 进行夜间道路测试 预计投入三辆车 时速以不超过 每小时15公里为原则 最快在今年有月份 开放民众免费试程 新唐人台电视 黄亮剑 叶云如台湾台北报导 看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彭博社疫情带动避险需求 黄金价格标涨到7年新高 金融时报股市卖压扩大 美国十年债值利率续创低点 花街日报美联准会官员透露 持续关注武汉疫情 暂不考虑调整利率政策 日本经济新闻 日经平均指数出现14个月以来 最大恐慌性脉压 看您看到明天2月28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日本公布1月工业生产失业率 美国密大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和平纪念日台北股会史修士 连锁加盟春记展开展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禁报 我是宇宗翰 我们下周再见